不从这个门的有缠组 所以佛法常讲 宗门教下 宗门是上上根人 不是普通人 他可以不从教下 惠能大使是一个标准的例子 他不认识字 没念过书 确确实实 他在没有遇到吴族之前 没有听过人讲经 就是在吴族黄梅道场住了八个月 讲堂他一次没去过 禅堂也没有去过 他的工作是在对方 充迷破柴 他在那里做义工 做了八个月 吴族传一波的那一天 召见他 召见他 半夜三更别人睡觉了 召见他在方丈时 对他一个人 讲经感情 当然是讲大义 这人上上根人 用不着啰嗦 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他就开悟了 怎么开悟 放下了 真放下了 放下就行了 这一放下 他就说了五句话 这五句话就是他的毕业论文 就是他的报告 他的心的报告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本不生命 本自俱处 本无动有 能生万法 吴族听了这个 行了 不要再讲了 一波给他 立他为第六代主 叫他半夜就走 离开道场 这是不需要进教的 除这个法门之外 统统要进教